12月10日,电影《救火英雄》主题曲《爱最大MV》发布见面会在北京举行,谢霆锋携国语版RAP演唱者欧豪出席了活动。 这也是两人自快男比赛后首次一同现身活动。 事实上,谢霆锋算是欧豪快男的伯乐,从赛区海选时,谢霆锋对欧豪便欣赏有加。 进入决赛后,他对欧豪更是一路力挺,这次改编词及RAP的部分都交给了欧豪处理, 也算是延了快男时的承诺。 那时候我就答应过他,如果我能帮一些忙,我还是非常愿意写一首歌曲出来让他RAP说唱, 那想到这首歌曲还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人选,那我觉得他无论是在外形, 或者是对音乐的诚意,我觉得是非常的配。 帮完了好友,谢霆锋也该回过头来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了。 近日,谢霆锋与25岁文永山的绯闻传的是沸沸扬扬, 网络上关于此事评论也是五花八门, 这下可真需要谢总亲自出马面对此事了。 可就在活动当天,谢霆锋对于此事也予以了否认。 不是,不是,不是真的。 如果我们女朋友的话会跟那个,你说那个,那个,听一下儿子的建议吗? 好,儿子才,才,才六岁。 哭六娱乐北京报道